有请赵小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三位老师好 我原来也是个car engineer 我不爱穿连体裤 就上一期节目 为了让观众记住我 就给自己贴了一个 车间女工的标签 然后还穿了好多连体裤 最后大家成功地记住了 连体裤 就很羡慕其他那些演员 就总能接到一些 时尚杂志的采访 拍大片 谈人生 都不用聊什么 喜剧的边界了 喜剧的内核了 你们干啥了 喜剧从里到外 就你们说了算了 然后我也接了一个采访 中国工人杂志 但是有个采访真的很不错了 我很知足 我就跟那个记者说 我说我对喜剧的理解 比较浅薄 那我就简单剖析一下 喜剧的内核吧 记者当时就打断我了 说不好意思啊 我主要是想和你探讨一下 当前汽车行业遭遇寒冬 你觉得传统制造业 采取哪些措施 才能扭转下滑趋势呢 我说啊 我说这刚好是要我聊的下一个话题 喜剧的边界在哪里 就在和传统制造业联动的过程里 然后去年也有机会就是去录一个卫视的春晚 然后那个节目组对其他人的要求都是唱一个热闹的歌 跳一个快乐的舞 对我的要求就是穿一身喜庆的连体裤 喜剧的内核是啥我不知道 我感觉我的内核就是一条连体裤 然后去录那种大型的晚会特别紧张 因为下面做了好几百号大爷大妈 我就讲了一个我之前提到的内容 我就说我妈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其实是在她打太极的群里 当时有一个老头发 我觉得这小姑娘挺幽默的 她说她妈跳舞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我以为气氛能够轻松一点 没想到大爷们的脸色突然就变了 他们都没想到大过年的 带个红微博穿个新衣服 带着老伴来看春晚一上来 老头没了 哎呀我就想 那我赶紧讲下一个段子吧 但是太紧张忘词了 我就想看一眼提词器 没想到这个镜头啊在这里 提词器啊在这里 我要想看到提词器 我的目光要扫过所有的观众 也就是所有的老头 大爷们应该不知道 我是上一个 我是忘词了看提词器 在他们的理解里 我应该是上一个表演还没有结束 她妈跳舞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然后那年过年 我爸妈也是用这段录像迎接我回家的 对我的表现非常不满意 因为我一进门 他说的不是回来了 我爸说的是 你这透口秀不好笑啊 因为他没有想到我短短两分半 不好笑的表演里 还有一个植入广告 更生气了 一拍筷子 侮辱医术 上一期节目参加完了以后 总有人以为我辞职了 就在大家的想象里 就李丹会穿着一个风衣 从一个保姆车上下来 后面跟了十几个保镖 每个人都拎了一箱献金 就像咔咔咔甩在我领导桌子前面 放人 我们效果连体裤 怎么能干这种卑贱的工作 就算真的发生了啊 我都不用露面 我爸直接是冲上去了 闭嘴 拿走你的臭钱 侮辱医术 不过我领导 现在对我的态度 确实有变化 变好了很多 以前工作做错了 直接就批评我 这都不行 大学白读了 现在还会主动安慰我 没关系 你不一样了 你是明星了 明星嘛 都没什么文化的 那我今天为什么还要穿连体裤呢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突围赛 我要是晋级了 我就再也不穿连体裤了 什么人设呀 我也不要了 这种点突破自己的东西 万一啊 我没进 我也是想给 有意向合作的甲方一个态度 这是连体裤吧 可以穿 非常合身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谢谢小慧 这个是还在那个公司吗 我经常在你的朋友圈 看到你给你的公司 发汽车海报 买车吗 老板们 最近这个行业 确实不太景气 那你没考虑辞职什么的吗 那边工作比较稳定 我们这边稳不稳定 主要看自己 跟工作没什么关系 我看那个郭老师为什么没拍啊 张雨琪老师也没拍 我猜我们俩没拍跟他说的一句话 同时得罪了两个人有关系 他说这个明星没有什么文化嘛 虽然是转述的别人的话 还是会伤人的 所以我是高中没毕业 雨琪老师是明星 所以我们俩 虽然没有对视 但是 心里面 心里一寒 就缩了一下 然后就把手缩回来了 好 小慧只获得了一等 我们将开启抢麦环节 哪位要挑战赵小慧 十秒倒计时开始 因为站起了数名 要挑战小慧的朋友 所以小慧返选 我不想挑美女PK 所以我选陈小敬